在現在下午的這個時候 在這台南以南到屏東的朋友 你會感覺到風雨的部分 非常的明顯 因為最重要 這颱風的中心 現在所在的位置 剛好就在這高雄的南方 要轉西南方的海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 颱風眼在這通過了 鵝蘭比南方的時候 是清晰可見的 現在的整個颱風眼 因為最主要台的環流結構 已經開始受到台灣的 一些地形的破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颱風眼的狀況 它已經逐漸的在不清楚了 目前已經到達了 這高雄的南方的海面了 而在現在下午的時候 整個偏南風上來 相對的在南部地區的南高坪 三個地方的降雨狀況 隨著現在一直到天黑之前 都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要提醒您 沒事還是真的別出門 我們就先來看 講到雨量的部分 當然來看一下雷達回波圖了 雷達圖上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颱風眼現在所在的位置 已經到達了高雄附近的外海了 整個汽流場來說 也是一個偏著南風上來 相對的在這嘉義以南 到台南高雄平東山區的部分 降雨狀況 也隨之而開始逐漸的增大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 整個東半部地區的水汽量來說 已經正在逐漸的減少當中 可是有一波比較明顯的水汽帶 現在因為地形的效應 所以往著這東澳 南澳 還有包含了花蓮 秀林 這個山區部分在移動 所以要提醒在這 宜蘭以南地區的朋友 到蘇花公路以北的朋友 你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這條雨帶 大約持續時間 會有兩個小時左右 不過我們注意 未來整個颱風的路徑方向 會開始很穩定的 朝著澎湖南方的海面前進 所以從現在一直到天黑之前 在這段路徑當中 在這台南以南 一直到高屏地區沿海部分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強風還有包含了漲潮的時候 可能會有海水倒灌的現象 低洼地區的朋友 你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現在就把這張雷達 來定格看一下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颱風的整個中心位置 已經到達了高雄的南方海面 逐漸的在往著 台南的南方海面前進 但是現在的路徑方向來說 很穩定的是朝著西北的方向移動 速度來說 每小時在18公里 到20公里的速度前進 但颱風的本身的強度的部分來說 會持續的在減弱 所以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 最主要就在現在下午 一直到天黑之前 台灣本島是明顯的 但是在這澎湖的朋友 跟金門的朋友 你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澎湖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 風雨的部分是最強的 金門約是在明天的天亮之前的時候 風雨的部分也是最大的 但我們可以看到路徑圖上 可以注意到 整個南台灣 現在都還是在這 暴風半徑的範圍 主要比較強的風雨區 是主要在南部地區 但是東半部地區 因為風向已經開始 逐漸的變成是 逆時針的旋轉上來 就是風場 已經開始逐漸的 帶進來的水氣量 也在減少當中 所以東半部地區 到了今天的傍晚以後 整個狀況的部分將會逐漸減緩 山區的雨量少了 可是下游的溪水 仍然有暴漲的狀況 你沒事 千萬別到西邊去 但東部地區的幹線的 這些交通要恢復 看來要等到明天的機會比較高 但在西半部地區 你在下午到傍晚開始 要南來北往的時候 台中以北走 這件來說是OK的 但是過了彰化以南 這段路徑來說 就並不是很好 建議您今天下午到天黑之前 不要走這段路徑 但是澎湖的航班跟金門的航班 也都會受到颱風影響 在明天的上午的時候 是金門會受影響 澎湖是今天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從雨量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這江雨狀況很集中 而且在東半部的花蓮 到台東地區 可是現在開始 在這嘉義阿里山 一直到高頻這一段的雨量來說 正在要快速的增加 局部的屏東的側站 現在每小時的雨量 已經有達到了40毫米的降雨 山區一小時40毫米 這五個小時下來 可就有200毫米的雨量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是 汽流場已經開始變成 上來都到台南以南這個區域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的整個路徑來說 颱風逐漸的往大陸方向移動 而整個雲系的發展 也都在颱風的環流結構上面 到了明天一大早 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已經到達了金門附近 之後登陸中國大陸 再來颱風的暴風半徑會縮小 雲系的發展也會往大陸的方向移動 所以明天的中秋節 台灣本島的警報 渴望就在明天一早就解除了 但是在下午時刻 要特別提醒呼籲的就在於 台南 高雄 屏東的朋友 特別注意 風雨的部分在入夜之前 都是比較偏大的 但是等到了晚上 台南 高雄 屏東的風雨 開始變小了 可是澎湖跟金門的風雨部分 才要開始逐漸的增大當中 明天的清晨 這颱風警報在台灣奔道 就渴望解除了 那接著明天晚上 可是要中秋節 大家要團圓 要賞月 要烤肉 天氣形態來說 漸漸的雨後轉多雲 還蠻適合雲縫中看得到月亮的 不過要提醒大家 現在下午的時刻 在南 高屏 陣風偏大 你沒事 千萬別出門